来关注客车出口 今年以来我国客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 上半年客车出口量连续6个月同比准增长 其中5月和6月连续两个月出口超过5000辆 那么客车出口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企业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如何 一起来看记者的走访 这里收益河南郑州一家客车生产企业的海外车间 那在我双手边的这些客车即将组装下线 工人们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 那我也了解到生产效率的提升 出口到海外的客车从原来25天左右的生产周期 是缩短到了现在的大约21天 那此外我也注意到像出口的海外客车 跟内销的客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比如说您看像我手边的这一台 就是即将发往挪威的客车 那我们从外观上看 其实它的颜色会更加的鲜明 光泽度饱和度也会更高 此外车上头的两边呢 配备的也都是电子的后视镜 据介绍目前公司的客车 主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海外订单增长明显 公司生产线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 由于出口采用订单式生产 所以一般不会有库存 整个上半年这个公司生产客车 21,260辆同比增长34.86 其中海外车出口6500辆同比增长58% 后半年订单其实还是很饱和的 就我们产线一直处于满货生产 一直持续到年底 在江苏丽水一家客车企业的生产车间 记者见到了正在跟印度尼西亚客户 沟通的张苏丽 他告诉记者 近期公司订单比较多 海外客户要的也比较急 公司需要部分工人加班 来保证产品的按时交付 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我国出口销售大中轻型客车 共计27551辆 同比增幅达到了39.36% 6月单月 客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达到了30.19%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上海口岸出口10座以上客车9949辆 同比增长5.2% 价值56.9亿元 同比增长18.1% 主要出口中东 欧盟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